是觸碰真實 哈囉大家好 我是Nicole 我這次要介紹1313健康館的桌上型 油離子蒸氣美膚肌 它是蒸臉器跟嫩膚儀器喔 讓肌膚可以水當當的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是噴嘴頭 它可以有上下的角度可以做調整 那使用的時候的話盡量不要去太接近那個 出煙口的地方喔 上面的話是電源開過關 如果你有做操作的話 它下面就有一個電源指示燈 可以很明顯的 那第二顆銀色的鍵的話 這個就是離子開關 那上蓋的地方就是有附上一個手提把 就是如果你要移動的話也很方便 那側邊的話有一個接水盒 那待會的話就知道是怎麼使用了 那我們打開上蓋 之後裡面就是會有一個出水槽 那就是開關的部分 那剛開始的話是在關的地方 那把它輕輕的轉開 轉到open的打開的地方 打開之後呢 就會有看到出水槽 那中間有一個洞 那盡量能水 盡量能不要倒裡面 就不要倒到裡面去 那接下來呢 我就是要倒水進去囉 那建議使用它們附贈的涼杯 那我這一次的話是使用70ml的 那直接倒進去 如果水倒到中間那個洞口 沒有關係請不要緊張 因為呢等一下水 它會直接流在剛剛打開的接水盒裡面 所以這一點就不用特別擔心囉 之後呢再把蓋子怎樣鎖緊 記得一定要鎖緊喔 再把上蓋蓋上 之後呢就可以先開啟電源囉 讓它預熱 那在預熱的期間呢 它會有噴出一些小水 第一次很正常的喔 那完成之後呢 你看如果按壓剛剛銀色的開關的話 就是水離子比較多 就是顏色會霧會變得比較深 會變得比較白 那在使用的時候呢 建議大家可以就是盡量不要太靠近 大約距離30公分 因為太近的話 怕就是你的肌膚會太燙或燙傷 會不舒服這樣子 當然是保持安全距離喔 那在睜臉的時候呢 可以以用下巴為基準點 讓它整個噴勻整張臉 你們有看到這個煙嗎 煙很多 當然就是代表我 現在正在用 離子噴霧 在做使用 那在做噴霧使用的時候呢 就可以用手輕輕的拍打 按壓肌膚 當然呢也可以使用化妝棉 一起搭配 那就是一邊按摩 輕輕的摩擦 就可以去角質 可以代謝肌膚的角質層喔 使用完之後呢 肌膚會有光澤感 是非常正常的喔 那如果 蒸汽蒸聯完之後 可以用冷水 再清洗臉部一次 讓毛孔縮小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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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